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用这个 PNP型的进行开关和这个PLC进行一个连接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去给这个PLC进行一个供电啊 供电的这个端子呢是L和N 我们只需要把灵活线分别接到这个端子上就可以了 那不同的PLC呢 它这样的一个标注可能是不太相同 大家就这个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之后 我们拿出这个PNP的这个进行开关 那这个进行开关呢一般都是有三根线啊 有的是四根线有分这个常开常臂 但不管是三根线还是四根线都是啊 棕色是正极线蓝色是负极线 因为这个PLC啊 就是说这个是24伏的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接到这个24伏的端子上 棕色我们要接到24伏上 之后呢 蓝色是负极呢 我们就接到这个0伏上 但是呢因为PNP是输出高电瓶嘛 所以说我们要把信号线啊 去给它因为信号线要走一条回路 之后它的电源线要走一条回路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短接啊 把它的0伏和SS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端 进行一个短接 让它构成一个回路 OK 还有最后一条信号线呢 我们就随意去接到任何一个X点上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接的是X0的话呢 就这个点亮 如果是接的是1的话 就是这个点亮 因为它有对应的 在上面都是有对应的指示灯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随意去接一个 比如说接一个X2吧 OK 好 这时候这个简单的接线啊 就完成了 我们进行一个通电测试啊 这个POWER代表的是电源的意思 它亮了证明这个PLC已经供电成功了 那接线开关呢 一般在下面都会有红色的指示灯 如果说有信号来的时候 它的红色的指示灯会亮 那它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PLC的这个点 这个输入点也会亮 它这个什么原理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防盗的系统中 有人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去检测金属嘛 那当我这个金属靠近的时候 那我这样的一个 首先啊 我的家里面是分这个常开常闭点的嘛 那这个接线开关 接收到信号 那它的常开点就闭合 它的信号线就导通了 导通之后 它会在我的这样一个另外一端 对吧 显示 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报警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现在呢 要接这个 PMP型接线开关了 现在这个公共端 SS端子应该接到零幅上 也就是公共端是接负啊 那对于我们这里的这个 PMP型的接近开关 仍然还是黑色的线 接到这个X3上 那这里的蓝色的线呢 它是接的负嘛 负的话 我们这里的零幅 那我们就把它接到这个零幅上 那这根棕色的线呢 我们是接正 同时我们这里的开关 三个开关啊 都一起把它短接 接到正上去 就可以了 接近开关呢 它是用来去感应这个铁片的信号的 拿这个铁的啊 靠近它感应一下 靠近的时候点亮 离开的时候熄灭 这个就是我们接近开关的一个功能啊 我们接近的我们接近的 资格 咱们接近的 我们接近的